各位亲爱的华语电视18.9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在YouTube上的网友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会客室 我是Dominic 今天的我们的会客室的主题呢 是要带着大家去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 首先先考答一个问题吧 你们知道就这样的一个国家 它在古代也好 在近代也好 在现代也好 都是欧洲和亚洲中间最重要的一个交通的枢纽 Bingo答对了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土耳其了 所以说到这个土耳其呢 很多的朋友跟我应该都是一样的 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神秘的国度 因为无论是他们的建筑也好 还是他们的文化也好 还是他们的美食也好 只和我们亚洲的文化呢 其实这个区别还是有一点大的 所以呢今天这一档节目呢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可可假期 因为在四月份的时候呢 可可假期啊 连同我们的话语电视呢 一起带了我们在美国出发的 各位爱旅游的达人 一起去了那个美丽的土耳其 去享受了一番 那每一次呢像这样的行程呢 我们不光是会通过我们的旅行社 非常专业的导游和设计的非常好的行程 带着大家去游玩 去体验当地的生活 去品尝美食 更重要的是也会把当地的那次行程 所有最重要的一些片段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再回到美国的时候呢 我们的节目就承担了这样的一个播送的作用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在我们南加州或者在北美 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来旅行 好那么说到这个土耳其呢 大家第一会想到什么呢 反正我会想到说伊斯坦堡 美丽的建筑对不对 还有呢好像有一个地方 有这个很漂亮的热气球 那是全世界闻名的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香料市场 据说土耳其盛产的是香料 这些香料呢你拿来土也可以 拿来吃也可以 还有呢就是土耳其的人文的文怀 他们都是能歌善舞的 好说了那么多呢 不妨跟着我们镜头 一起走进今天的土耳其浪漫的郁金香之旅 大家好 我是土耳其导游爱导 大家看到的这座城市是世界上唯一的 扩欧亚两周的一个城市 它一部分在欧洲 一部分在亚洲 然后这座城市的历史是比较永久 在历史上呢 罗马人的首都 拜占庭的首都 奥斯曼地的首都 欧洲人去亚洲 亚洲人去欧洲 必须要路过这个城市 所以欧亚文化融合点 就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堡这座城市 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 著名的欧亚大陆桥 右边是亚洲 左边是欧洲 世界文明的摇篮的土耳其 现在我们在伊斯坦堡 著名的伊斯坦堡在游浪著名的波斯波斯海峡 欢迎大家来土耳其旅游 土耳其适合一年四季都来土耳其旅游 因为它都是一年四季的美景 也是非常美 无法拿语言去表达浪漫的土耳其 欢迎你们来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嗨 大家好 我是土耳其导游莱瑟 我现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柯可假期的这个行程 柯可假期客人们到了土耳其来了以后呢 我们土耳其的专业导游接待柯可假期的游客 我们是从伊斯坦堡开始游览的 我们在伊斯坦堡游览了圣索贝亚教堂 蓝色清真寺 现在的托布卡巴皇宫 我们还游览了香料市场 还游览了大巴扎 我们游览完这些景点以后呢 我们又到达了安卡拉 安卡拉是共和国的首都 我们在共和国的首都安卡拉呢 游览了安卡拉考古博物馆 还有安卡拉的国父墓 就是土耳其的国父凯奥尔的墓地 除了这个景点以外呢 我们就沿从安卡拉呢 我们到卡巴多西亚 就从安卡拉出发 我们到了卡巴多西亚 在途中呢 我们又游览了土耳其第二大墓 也是土耳其最大的一个墓 盐湖 在盐湖游览完以后 我们到达卡巴多西亚以后呢 我们在卡巴多西亚游览了 卡巴多西亚非常著名的 一个宗教圣地 叫古罗密洞穴教堂 我们游览了古罗密洞穴教堂以后 我们又去了鸽子谷 又到了玫瑰谷 到了非常多的 这些有特色的一些景点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览了卡巴多西亚的热气球 卡巴多西亚的热气球 大家应该听说过 是世界上做热气球最好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卡巴多西亚做完热气球之后呢 我们又从卡巴多西亚来到了棉花堡 在棉花堡我们游览了棉花堡自然景区 在棉花堡自然景区 我们除了游览了梯田式的白色的碳酸盐以外 我们还游览了一个古城叫黑拉波利斯古城 在希拉波利斯古城我们看到了非常漂亮的一剧场 非常漂亮的罗马鱼 除了这些我们又游览了爱琴海 我们到达爱琴海以后我们游览了以菲索古城 以菲索古城是最大的一个罗马古城 我们在以菲索古城游览完以后 我们就沿着这爱琴海一直在往北走到北边呢 我们游览了最著名最著名的一个特洛伊古城 特洛伊古城呢大家想必都应该听过特洛伊之战 特洛伊的一些神话故事 我们从特洛伊游览完以后我们又回到了伊斯坦布 这就是我们的行程 在土耳其呢大家游览土耳其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不同文明看到不同文化 看到不同的宗教都融合在这里 都非常非常错综复杂的交错在这里 所以土耳其在土耳其的游览一定是一个文化的盛业 所以欢迎大家到土耳其来游览 这我这次整个行程呢 我觉得我获得很多东西 不管是知识交了很多好朋友 还有呢看到很多的世界遗产古迹 我永远中心难忘 这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跟我先生已经游了200个国家 我去过很多的国家 我现在呢从去年我就觉得 让下开始要走国际 世界遗产地的地方 那个土耳其的遗产 那我觉得呢真的很好 很多的书中里面就看不到的 还有呢因为我现在目前呢 我是在深圳 中国的深圳 然后也在香港 就来回的跑 很多的不管是中国或香港 这些的朋友都会说 哇你要去土耳其 这个刚地震很危险 你要小心一点 后来我到了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所有的印象全部改变了 我觉得土耳其太美了 而且呢不管它的食物饮食上面 它有很多的奶酪 不同的奶酪 还有它很多的橄榄的东西 就很多天然的食物 水果也是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建议呢 没有来到土耳其的 而且对跟我一样哦 喜欢世界遗产地的地方 一定要来 一定要到土耳其来 太好了 再一次谢谢可可假期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可可假期的 就是旅游 第一次是埃及 土耳其没不没 之旅 第二次是土耳其之旅 这两次给我最大的 最大的 南网 就是两位 他找了两位都是 对这个自己国家热爱的导游 所以他们在讲出这个历史文化的时候 他们眼光所上出来的这个热潮 真的是让家非常的难忘 而且虽然说我们这个路程的路程是很远 要坐几百公里 但是并不觉得很 好像很枯燥 因为那个导游都会给我们介绍 这期间都会给我们介绍 当地的文化 它的历史背景 所以当我们在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我们所要参观的地方 就有一点粗略的概念了 我认为太好了 不但时间过得快 愉快 再说景观这个风景也好 增加了知识也好 我们都感到非常愉快 各各家庆做得太好了 上一次参加的那个埃及 那我感到很满意 这是更满意 尤其我们这个江主播 还有我们导游 为大家太贴心了 我们简直太值得了 以后有时间呢 或者有机会 一定要给大家传导一下 来这里就是享受 我觉得时间呢 更重要 甚至我们还可以不算太老 多多出去旅游 参加可可假期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也是这样想 很满意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可可假期 我是很意外 土耳其有这么多 丰富的文化 文化的那个历史 那跟我以前在学校 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很满意 那个导游很专业 很知识很丰富 我完全对土耳其很大的改观 他们真的是一个开发中 非常有前途有严谨的国家 然后喝个假期 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 我觉得很值得 我们很满意 我们下次还要来参加 希望下次也找到很多的朋友 因为很好很好 而且我们这团人真的有很多 很棒很棒的人 又有爱心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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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ой 拜拜 搜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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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们有时间 然后有想法 有梦想的时候 就是应该去周游世界 好好的看一看 当然最后不得不说 我们可可假期的这个服务 真的是非常的棒 请到当地的导游 都是很专业 很资深的 而且有一位导游 你看他是土耳其人 但中文讲得那么好 是不是很棒 好 最后呢 节目的结尾呢 要感谢可可假期 带着我们北美的华人 经过了这么好的一次旅程 也在这里呢 希望大家可以 收拾好你们的行囊 我们也整装待发 期待下一次的旅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